他说那个底裤 看什么了这样 多的服装 多的看什么了呀 就看女孩内裤了 看什么了都 什么体位呀 该给我换了 金星号称娱乐圈毒蛇 在自己的节目中啊 工人首次娱乐圈的各类明星 什么人都敢得罪 骂过包括成龙 范冰冰 陈鹤 黄泽涛在内的众多娱乐圈明星 其中还有受大众喜爱的综艺 快乐大本营也曾遭受过点名批评 金星呢 就是不怕得罪人 他的名言就是 解得罪的人多了 你算老几呀 你这又是明显得罪人的节奏 算了吧 解得罪的人多了去了 对吧 他算老几呀 拿个帐篷 冲手排队去 其中四的最多的呢 就是范冰冰 金星在自己的节目当中 把范冰冰提出来 说了一遍又一遍 直接说她是狐狸精 没有眼界 花瓶之类的 冰冰 第一个冰冰是吧 对对对 冰冰是属于狐狸精 狐狸精风格的 还引起范冰冰粉丝的强烈不满 有金星直接对骂 有人赞扬她 心直口快 有人觉得她毒舌泼辣 有人觉得她越阻带袍 有人担心她被打击报复 有人认为她顶风炒作 总的来说 金星收获的呀 正面评价 大于负面批评 金星她的人生呢 就像是一部传奇电视剧 有心酸 有辉煌 她在含笑的时候 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女孩子 但那时年龄小 付不起昂贵费用 后来通过努力 争语在28岁 攒够了钱 赠得父母同意号 做了变性手术 完成了自己一生中的梦想 金星成为女性后呢 外界对她的嘲讽和质疑声 一直都没有断过 而她却顶着所有的压力 勇敢地活出了自我 这种超强意志力 才是我们最值得精佩的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底气 是我们能够给予的 当你的才华足够支撑你的个性时 你真的可以做回那个真实的自己 金星最大的底牌 大概是自己的多才多艺吧 她活成了独一无二的自己 有一次金星和朱丹两个人同台 在做一档采访节目 这一次金星变成了被采访的人 主持人朱丹提了一个非常刁难的问题 她问金星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此话一出 现场气氛瞬间冷下来 虽然问题很尴尬 但金星非常淡定地回答了四个字 我是人生 你到底是男生女生呢 我就回答 我说我是人生 就这么简单 此言一出啊 瞬间让全场观众拍手就要好 给金星热烈的掌声表示赞同 这四个字之外的前台词呢 我只是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我只是在过我的人生而已 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她说如果你能理解我 我感谢你 如果不能也没关系 也许正是这一份洒脱 让她面对流言蜚语这么多年 依然能够生活的很好 圆满的人生是自己求得的 金星对待自己永远都是清醒的 她说我一直是女人 只是在男人的世界里面卧底了28年 仅此而已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金星这样做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但有些人呢 偏偏要去接人的伤疤 真是让人无语 虽然金星自己不能生育 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她有着一颗做母亲的心 我那个愿望想做妈 但自己就不能生 然后老天爷最后用另外一种方式给了我三个孩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褒奖 后来又与自己的丈夫相结识 组建了现在的家庭 但是作为一个变性人 虽然与自己的丈夫组建了家庭 可生活中肯定会有一些不便 在记者问到汉斯是否与金星有夫妻生活时 汉斯的回答可以说是很好的回应了记者提问 汉斯说道 我很爱他 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人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 虽然金星是变性人 但汉斯能够和他走到一起 那么是肯定不会在意这件事情的 我准备睡觉的时候 他已经睡着了 然后 这个男人会在梦中 他在梦中 他还会在寻找你的手 我和我先生结婚已经十年了 啊 融化融化 作为一个金星老师的粉丝 我很喜欢金星老师的性格 作为一个生活中的普通人 我很赞赏 汉斯与金星生活的平淡与和美 生活总归是幸福的 只要我们有着过好每一天的好心情 小伙伴们 你们对此怎么看呢 我们配合得非常好 在孩子教育方面 还有在家人之间的关系处理方面 你都是最佳伴侣 我的性格比较急 爱发脾气 我们还有未来的半个世纪 等着我们一起走完 我们要身体健康 心情愉快地 看着我们的孩子们长大成人 合得非常效忌 他们是向你们怎样就是 可以走了 我们将的话